他就是中国真正的最猛重炮手 不管对手防御有多强 做的有多么的滴水不漏 都会被他重拳击倒 甚至撑不过一个回合 他就是令众多老外都闻风丧胆的魏宁辉 12岁时便在五校刻苦练习 15岁时就已经入选了国家队 在2014年他横空出世 2015年便展露头角 紧接着2016年就夺得了世界冠军金腰带 将无数顶尖选手斩落马甲 但是今天他的对手实力同样非常强悍 他就是波兰拳击天王托马兹 和大对战的选手基本上都是非死即伤 就连世界金腰带他都拿过整整14条 那天我也看了我的对手的比赛视频 他的金腰带挂了半个那台 差不多有14条 托马兹来吧 我们硬碰硬 我会重拳KO你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国与波兰的大战 那我们看到场上这个拳道上戴着红色绑带的 就是咱们的中国猛将魏宁辉 另一边蓝色绑带的就是来自波兰的托马兹 那赛前啊 咱们的魏宁辉也是表示 这场比赛要和托马兹硬碰硬 那现在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魏宁辉在这一场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而且魏宁辉呢 非常的重 而且魏宁辉的中级距离的缠 连接性呢 非常的强 哦 非常有穿透力 哎呦 好的 开场才刚刚半分钟啊 直接一拳撂倒了托马兹 这下肌腹真的是把这个托马兹打懵了呀 捂着自己的肚子很难能起身了 呜呜 裁判直接结束了比赛 我的天呐 那这场比赛魏宁辉仅仅用了半分钟的时间 就一拳肌腹解决掉了托马兹 呜呜 这场比赛打的实在是太快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 看到魏宁辉连续的肌腹 找到对手软肋疯狂的进攻 直接不行了 跪倒在地了 那今天魏宁辉的第二场比赛 对手来头更大 他是欧洲空手道冠军克雷格·迪克森 那此人啊 据说有金刚不坏的肋骨 所以说特地来挑战催泪大师魏宁辉 赛前说那么多 厉害的话也没用 打完才知道 好的 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场上红色短裤红方选手 依旧是咱们的魏宁辉 另一边蓝方选手蓝色短裤的 就是克雷德·迪克森 四强 对 今天他们将持续晋级 直到获得六数公斤世界冠军赛的金腰带 也就是说今晚的胜子要连打三场 对 这个对一个职业选手的这种体能啊 跟这种意志力是非常的要求之高啊 对 克雷格是在昆仑爵49日本东京战的时候 点胜战胜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白力帅 而魏宁辉是在昆仑爵49东京战的时候 第二回合KO了日本选手 许洛阳佑获得了出现资格 对 其实他们俩是同一天出现的 克雷格我了解啊 他是系列传统泰拳为主 而且比赛啊 也是在泰国的比赛比较多 所以他的 我们看他的 这场比赛 魏宁辉对克雷格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说第一回合 并没有太着急 上来之后先去试探对手 但是我们看到两个中绝下去 这个克雷格也依旧扛不住 那克雷格据说是 金刚不坏的肋骨 但是打脑袋 他也是根本扛不住啊 冲味啊 抽腿低骚 不知道今天魏宁辉能不能再次 施展自己的这种 拳法上的优势啊 这种杀招啊 他杀招就是肌腹 我们看克雷格也是不想 一上来就让自己处在下风啊 逼的还是比较减 随时保持压迫感 对 魏宁辉从最近半年来说 就是他最近的比赛呢 没有像以前这样上来以后 就是猛出猛大 更成熟一些了 球稳 对 这个后手 刚刚扫过脑门啊 一扫 克雷格的动作爆发力 那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 马上就要结束了 双方并没有爆发出 过于激烈的冲突啊 但是看 魏宁辉的这个拳头还是比较重的 标志性的武器 我们这两下 克雷格的抗击打 也是表现出来 真的是弱 刚才那两下 位置稍微靠上了一点 如果是靠下一点 可能会效果好一点 靠近脾上的位置 对 看克雷格这个反击 还是不错 魏宁辉还是要在进攻的时候 头部的控当 还是要尽量缩小 而且 刚才克雷格还是打 打法有点立体进攻啊 对 打下前手 然后再低扫一下 在之前他战胜白力帅的时候 其实就是 太续的风味 特别 好的 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第一回合 总的来说 还是魏宁辉更占优势 毕竟可以压着对手去打 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 第二回合 魏宁辉会带来 怎样精彩的表现 也就看得出来 他的教练团队 对他的赛前备战 是非常充分的 对 就是对不同的对手 进行不同的战术演练 很重的击伏啊 我们看到 那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 今天的第二回合比赛 第一回合 魏宁辉其实已经摸清了 对手的打法 所以我们看 这回合开始之后 克雷格也开始进攻了 因为他断定 这回合 魏宁辉必须会进攻 所以说他打算 先下手围墙 那看一下这回合 魏宁辉会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战术 其实那个小胖的 肌肉维度在 他那个级别的 那个国人里面 也算是非常出众 对 因为熟悉小胖的 也知道在之前 小胖是主打61到63 那个股筋 但是呢 因为这两年 因为训练的各种方面 他其中 一个提打 漂亮 一个明显的 漂亮的前手 小胖赖以成名的 前手拳 果然是发为了 小胖 找好 找好点 不要 不要太 注意体能的分配 对 还被我神前挡了一下 可惜 克雷格恢复的 又撞了下后手 又是一个 但克雷格也还了下后手 迎击 后手钻进去 有了 有了 逼到身边 组合 要把他防守打散 对 要把他报价给砸开 对方不停地踪扫 对 找好机会 打赢击 对 可以打斧了 我们的功能很大了 是的 而且看克雷格刚才那下出腿 就已经有点不标准了 那现在时间已经过半 哎呦 这一下又是一拳撂倒了对手 同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克雷格明显要更扛打一些 现在还能够起身 虽然说看起来这个已经非常怂了 只能是用手抱着脸 维尼汇承受追击 看一下这回合能否Q掉克雷格 打散 对 把报价打开 能不能为后面的比赛 为自己节奏先挺力 看他会不会使出肌腹 好 结束了 好的 那现在一拳下去 直接解决掉了克雷格 观众朋友们 咱们才刚刚说完呢 维尼汇就一拳解决了对手 可以说这两场比赛 打的都是非常的漂亮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精彩回放 那好多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马上来到了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 魏宁汇的对手就是眼前这个 拿到过两届世界泰拳冠军的胡安 在世界擂台已经是无人能挡了 所以说这一场魏宁汇的对手实力 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 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比赛正式开始了 我们看场上穿着红色短裤的 依旧是咱们的魏宁汇 另一边蓝方选手就是两届世界泰拳冠军 胡安 那这场比赛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魏宁汇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这个这几年他锻炼的这个 拳打身体这个能力越来越强了 对 啊 反正这个组合能力不错 是 并且单击的这种打击效果也不错 对 很有力 魏宁汇最近的这个低扫也加强了很多 是 在不久之前还用这个低扫 击倒了魔洞 对 他用 等于是他用低扫腿 走向了65公斤冠军这个尖要带 是的 这个 现在是手脚齐拳 对 既有拳法又有腿法 对 这小拳的组合能力很强啊 对 那我们看魏宁汇的拳法其实是灵活多变的 不管是应对什么打法的对手都能够轻松应对 看到又一次去击负打对手的肋骨 这时候魏宁想要反击 他也是一拳被砸在脑袋上 魏宁汇还是表示无所谓 摇头啊 这拳不怎么样 对 连续的拳法 对 再加上回法 就更完美了 对 对 因为这个拳啊 单击啊 干净的 无论是单击连击对于弱点清晰 对 对手这个低扫啊 抱得很紧啊 肩甲很紧 其实要摇杂 我觉得魏宁汇应该和吴雪峰多交流一下啊 对 这两个 真是 魏宁汇现在拿腿法也不错了 对 加强了很多腿法的进攻 对 对 魏宁汇在这样的拳法功势下 你要再多变化一些呃 加上回法啊 魏宁汇在这样的拳法功势下 魏宁汇在这样的拳法功势下 你要再多变化一些呃 加上回法啊 魏宁汇在这样的拳法功势下 哦 明显的疼了 好漂亮 又是低扫啊 哦 魏宁汇的低扫啊 魏宁汇又有低扫啊 对 越来越有效果 又是低扫 你看这两种拳法 哎呦 好的 又是一拳抱头解决对手 哦 那这三场比赛 魏宁汇打的都是相当漂亮 都是一拳之后 对手倒地不起了 那同样啊 这个湖安也是不行了 那连续三场比赛 也是证明了魏宁汇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悍 那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比赛到这也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